- 从复合,高平,亮山到法卡山的战斗历程,下部期,作者,胡荣复胡荣复正伟中,看望501班战事务。 - 在通往法卡山的途中十年边界战争,双方使用火炮最大口径,威力最大的是什么炮种? - 很多人会认为,当然是152加流炮,其实并不是,79年战争结束后,边界冲突使用最大口径的是160排击炮。 - 160排击炮是1955年由苏联专家帮助下仿制成功的,命名,56是160毫米排击炮。 - 曾经参加过金门炮战,战火辉煌,提量生产后,装备到尸属炮兵团。 - 由于射程性,射速耐,机动能力上,1975年退役封存。 - 1979年对越环机作战后,特别是81年瓦卡山战斗中,越南人使用了160重型排击炮,越军160排击炮藏在距离瓦卡山不远的高山后面,我们其他大口径火炮有射击死角,打不到它。 - 小口径排击炮由于威力,射程的原因又奈何不了它。 - 对我军威胁最大,不得已,我军将已经退役的160老炮再次入伍,重新列转边防部队施属炮兵团,专门对付越军的160排击炮。 - 在十年边际作战中辉煌一时,边界战争结束后,160排击炮结束了历史使命,又一次退役,风光不再了。 - 160排击炮弹丸内装TNT炸药78,152加流炮弹丸内装TNT炸药,586- 120排击炮,口径比152加流炮大八,弹丸装药比152加,流炮多二? - 但玩威力绝对超过152加流炮,是十年边界战争中最大威力的火炮,160破击炮弹,我曾经在法塔山看到过160排击炮阵地,那是81年5月18日,我冒雨前往看望法塔山左侧的494高地,右侧的541,而高地两个前沿观察所的干部战士,途中所见,至今历历赞目。 - 首先是从上蒙春右拐前行不远,在那条山上起伏宁宁的湘城公路上,迎面开来一辆军车,车上拉的是5月16日,凌晨那场激战中牺牲的烈士遗体。 - 我让司机叫我们的车靠边停下,未来车让路。军车上的烈士都用白色带子包裹着,上面盖着雨布。 - 那辆解放派军车满身硝烟,雨水顺着蓬布往下流淌,像是在为他承载的年轻烈士悲痛流泪。 - 我目送这辆充满悲壮气氛的军车,在雨中渐渐远去,此时此地,此情此景,我好像对战争又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。 - 古往近来,无论气如何发展,战略端数字某变化,说到底都是拿着武器的人在拼命。 - 战败者自不必说非死即伤,胜利也无不都是以军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 - 我们继续前进,沿着山腰转过一个山随,前面突然开朗,右前方不远处,处立着一座圆柱形高山,像是一节巨大的木桩。 - 那是越方的家木山,它海拔高728多米。 - 远处更高的是寇陶山,对于自卫板基站时,胖兵而六团指挥所就设在寇陶山,我曾在那个山头上的猫耳洞。 - 中过了一夜,此时山顶北雨雾所笼罩,我们所在的位置百彪村,只边接近一公里多。 - 我们这条路接下来的数公里,直至包卡山都大致于边界线平行。 - 我想,越之若是在家木山二个观察所,以炮火拦截我们这条通往把卡山的通道,我们的困难,不知要增加多少倍。 - 它们为何没有这么做? - 想来观察所它肯定是拍了的,没有一炮火拦截,恐怕不是它不懂,也不是它不想,而是它能力上难以做到。 - 它们知道,那会是投机不着18米的外卖,路来不死,但会招致十倍百倍的炮火还击,徒增它炮兵的损失。 - 更重要的是,那样一来,战军范围就超出了法卡山。 - 我们在快到法卡山山脚的岔路口,是向左边一条乡村公路,向东行驶不远进入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,右手边是法卡山左侧延伸过来的山腿,这里有条小路通向法卡山顶。 - 从这条路上把卡山,坡度较为平缓。 - 此时正有十来个战士,往山上搬运钢筋水里的公式玉制剑,大的四个人抬一剑,小的两个人抬一剑。 - 那些战士有的披着羽衣,有的没有,没有比一旦都浑身透湿。 - 他们衣服破烂不堪,有的剪放鞋后盖连鞋包都没了,露出脚后跟。 - 每个人都以疲惫不堪,脚步沉重地向上盆登着。 - 但是他们这样借新搬运上去构筑成的公式,却抵挡不住越军160迫击炮的轰击,一旦重弹其崩塌成废墟,对付越军160迫击炮的威胁,罢。 - 法无非两个,以为将其摧毁扩压制。 - 二是把公式修得更坚固,使其诈捕他,在这在当时很难做到。 - 160迫击炮在设计车继续前行,转过一个山随,在路边一处较宽的地方,摆着一门巨大的迫击炮。 - 炮管挡手向天,足有一帐都高,一架专制的梯子立在炮管身旁,装填炮但是装填手要把炮管放平。 - 装填好好再把炮口抬起,这就是传说中的160毫米的重型迫击炮。 - 听说越军的这种炮都是我国原著的,现在用来对付我们。 - 我们当时没办法对付160迫击炮,只好从仓库里重新把160迫击炮请出来,专门对付越军的160迫击炮。 - 自从我军搬出160迫击炮以后,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,效果很显著。 - 越军的160迫击炮设计次数越来越少,再以为风不起来了。 -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摧毁了敌人多少重型迫击炮。 - 直到6月13日,广西军局将司令员在边防三世作战会议讲话中讲道, - 根据可靠情报,越军共有160迫击炮十几门,被握机毁打十门。 - 一直到后期,他已不太敢用。 - 这里面主要工程还是这种160迫击炮。 - 一几只毛弓笔之盾,一物想一物。 - 未完待续,把卡山战斗历成系列文章,敌人加强团疯狂反扑,被我军猛烈炮火炸得失衡遍地敌人的远程炮兵,在我训练有素的王牌炮兵面前。 - 那就是一堆扎英雄的侦察兵火眼金睛,明察秋毫发现敌人炮阵地。 - 明察秋毫发现敌人炮阵地。 。 - 您会怒匀跳出来的? - 您会怒匀爹些然后立刻。 - 您有一个節奏的无理。 - 您会在初的时间呢? - 您会怒匀吗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